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多年 中国人民实现了温饱 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 先后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中 取代了自行车和缝纫机 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成为那一时期婚礼上 人人羡慕的家用电器 就在这时候 南京市的一位小伙子 发现了其中包含的巨大商机 这位当时27岁的小伙子 名叫张晋东 1990年12月26日 他在南京的一条街上 创办了苏宁空调专营店 开新店的喜悦还没过去多久 张晋东的这家苏宁店便陷入了困境 苏宁空调专营店只有200平方米 而他的对手 8家国有百货公司的营业面积 却有20万平方米 经营店旗的历史也比苏宁早得多 与他们相比 苏宁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对手 然而 苏宁却在困境中迅速找出了出奇制胜的方法 张晋东经过仔细分析市场后 在冬季向空调生产商大规模订货 这样子夏天时 苏宁也得到了生产商最大力度的支持 这种反季节订货的方法 被苏宁取得了价格上的优势 面对八大百货公司 苏宁全面降价 降价第一天 苏宁日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当年的销售额猛增到了3.02亿元 低价成为苏宁这艘小船 对抗八大航母的最大自信 空调大战 让1993年的夏天 显得更加热闹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 苏宁商城成功转型为大型综合电器连锁电 大家电 小家电 和3C产品一应俱全 同时 苏宁卖开了在大中城市开店的步伐 门店超过1600多家 苏宁成为中国人 在城市街头最常见的 家电连锁品牌 经过多次的价格战后 苏宁依然在家电连锁领域屹立不倒 如今 苏宁已经是一家营业额突破上千亿人民币的巨型企业 而当时的那八家国有大型百货公司 却都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1993年的这场空调大战 不仅让南京人民记忆犹新 更是作为教科书般的案例 被写进了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史